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除了对应三反的陷阱以外 那例如就是超SS2加速之类的弱点杀手M 都可以去做得到一个蛮不错的辅助效果 那这一只角色吧 我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辅助角色 因为无论就是他的一个比较泛用的一个被动 跟这个弱点杀手MSS2加速 或者就是他的SS这个弱点效果提升的部分 也是看得出他的定位其实就是比较偏向于辅助角色类型 因为毕竟他的技能回转率这么快 那个弱点效果提升的话 可以去针对着一些中高难度的关卡 也是可以去给得到一个蛮不错的效果 然后他有情记的部分 那这一只就是有那个有情记的强化 那从原先的高差震刺弹 就是会变成这个告诫高差震刺弹 那这个伤害量跟一个整体的辅助的部分也有所提升 然后第二招有情记就是超绝爆炸 那超绝爆炸就是我自己一个 也是定义他做辅助角色的一个原因 那那个超绝爆炸就是可以去触发有情记 所以那个再去搭配着其他角色来去使用的话 那其实那个也是可以去拼得出蛮多组合 那这一只整只角色下来吧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就是他的弱点杀手M的部分 他无论就是他的直偶或者有情记 都可以去针对着这个东西的部分 来去做到一个蛮不错的效果 那高阶震刺弹本来就是一招很容易去针对着弱点 来去做成这个伤害的一招有情记 所以那个再去配合上这个弱点杀手M 或者属性倍率的效果的时候 所以那个整体上的伤害也是很高的 那其他的部分理由就是弱点杀手M 再加这个SS的配搭 那这一次就是12加8个回合 碰住到的敌人弱点效果提升 然后也是会有一定的自强化 那自强化的部分一阶就是1.2倍 然后他那个弱点效果提升 都是会有1.5倍的效果 所以那个他这个自强化 弱点杀手M 再加这个弱点效果提升的时候 那去针对着弱点的话 那这一只角色其实那个倍率也是会蛮高的 那来到二阶的话 就是这个自强化1.35倍 然后他弱点效果提升也是1.5倍 所以那个这边的话 有差别的就是他这个持续回合 所以那个如果各位就是要去开启SS的时候 就是要去考虑到这一点咯 不过12个回合的开弱点 也是可以去开3个回合 所以那个其实那个就会很久 可以去搭配着后面的一些主攻角色 大手角色来去做一个使用 那我这次其实我的阵容吧 我就用了弱点 就是我让青霄拉炎去开了这个弱点特效化以后 我在那个弱点去开SS 那我这边的话 我就利用这个直偶去开启一次 那这边看得到就是我前面说的一个倍率的对叠 我那个敲几下我就直接把黄雀带走了 所以那个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威力的 来到这边就来讲解一下这个角色评价的部分 那这一次我对这个角色的话 其实就是评价比较高 对 那个角色 那个青霄拉炎的收神话改 那其实也是蛮强的 那基本上除了那个就是游戏队那陷阱的部分 都可以做光属性最顶的辅助角色 那这个就是我看来的 然后他这个弱点杀手M的部分 去打到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关卡 那也是可以去发挥到一个蛮多的效果 那除非就是敌人没有弱点 对 所以那个之所以没有去评价到最顶的部分 但就是他还是有缺点嘛 就是没有弱点的话就打不出什么伤害 然后这一次连奇技能的部分 也只能去限制到他用两次 但是我就前面有去提到过的 做回辅助角色的话 其实这个数量就差不多 那也不需要就是去拼连奇之术 就是把它拼成一个舰队 角色果实配置方面 那这一次就是会比较推荐这个辅助类型的果实 那我就会比较推加速必杀之力 热血有机之力 降命削减或者就是必命削减 那如果就是想用这个打手来去做使用的话 那也可以就是去吃回这个同族夹击类的 那因为我的定位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辅助角色 所以我就会比较推前面的那些 那这边的话先讲回去这个正片的部分 那这边其实已经快赢了 他这个队伍的组合其实也是比我想象中来的好用 那我这个队伍嘛 主要就是去打一个正式弹的组合 然后那个用异谷就会打手 然后就是清晓啦 然后就是做一个辅助 那其实那个整体上嘛 看起来也是可以去打得出一个蛮不错的效果 那我这边啦 这边我的血量压得很低 然后我的这个技能回转率超快的 我这个清晓啦 我的SS就回来了 所以我这边我就往下面看 去开这个弱点特效化 那个让我的异谷的友情技去爆发一个伤害 嗯 这边的话就那个小怪消失太快 所以那个异伤一不了进去 那这边的话就应该用异谷的SS去收个进去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去把那个按钮去踩一踩 然后再去定可能的去触发一下友情技 啊 那个按钮没有去踩到 踩一点点 好吧 但是这边有去破到他的护盾 所以那个这边的话就应该刚好用隔阂去把他收割掉了 嗯 他这个角色吧 就是使用起来的话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目前的话我觉得还多多少少 嗯 除了去针对着一些目前有的难度以外 也是可以去期待一下之后有的高难度关卡 好吧 那影片的部分就到这边差不多 如果有什么提问的话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跟按个订阅 好吧 那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 拜拜